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朋友們 又來到了看電視講新車的時間 新車私訊啊 我們阿澤第一時間去搶先把這個畫面帶回來 第二時間發現實動態 第三時間發FB的貼文 第四時間剪短影音 第五時間錄製這個新車私訊 第六時間把新車私訊 傳線到YT給阿海 所以大家看到已經是第六時間的新車私訊 這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Shigoda Kodia 全新大改款第二代 Thickhand Generation 這一次展場有沒有小姐 有小姐 有啊有拍畫面等一下會有 我有拍照我拍照 因為我比較晚到 連拍小姐都拍書人 我是不是講了好幾集了 車不重要小姐才重要 每一個車評都看得到車 觀眾點進來要看的是小姐 小姐 占9分 車占1分就可以了 現場有沒有東西吃 有 這次東西是什麼好吃的 就一些小點心 就小蛋糕啊 三明治小漢堡 西式的那種 小西點 小西點我聽起來像是那種牛立那種的 比較高級 像歐洲廠 好然後小禮品是什麼 看起來像是露營的東西 阿燈啊 Solar Lamp 太陽能燈 欸太陽能手電筒 沒有電的時候就拿另外一個手電筒 再照著它它就會亮那種 真的是太陽能手電筒耶 而且它摺疊式的那種 它就水燙啊 這邊這樣可以當水桶 真的嗎 太陽能手電筒 沒有太陽能不會亮 阿屁咧 不是啊我們開口車都還沒看到 已經搞了5分鐘 還是不會亮啊 老闆沒瞎 還是沒瞎 好我們等一下看講完了 它亮不亮好不好 我們先幫它充電 Let's go The All New Skoda 上市記者會 這個什麼顏色啊 綠色金色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是亮的 流砂金 然後這個鋁圈看起來 又有一點那種 節能蓋感 這個燈呢 兩顆 還好啦這個不算有垂到肚臍的感覺 不要像把一個大的燈 分成兩顆小顆上下來 喔不過這個感覺可以照很遠很亮的 它就是那個水箱護照 怎麼了 會發亮它會連成一條線 你說這個東西嗎 對 喔一點一點這個喔 對對對 它們是說像項鍊的感覺 喔 欸 鋁圈也有啊 我知道我知道 它說那是什麼 水晶項鍊那種感覺嗎 這個側面鋁圈看起來 就好看了 有種那種菜刀感 菜刀 很對力啊 很像可以切東西有沒有 好像那個巨片耶 側面看它防刮材質 就稍微 範圍就沒有那麼厚重了 2.0版本升級為 19吋鋁圈 但其實我看不出來這兩差異 落差不大 不過以它的這個規格 19吋其實還是不算太大 比它的車格 裝到22我覺得都不會過耶 沒有啦 我覺得20算是中等啦 我覺得它配20比較剛好 第一柱有 物個銀飾板來呈現懸浮 車頂設計 他說它不是鍍鉻的 它是噴漆的銀色 講那麼好聽 不能用個啦 有毒啊 這樣成本會降低嗎 一定降低的啊 你想想看要把東西弄那麼亮 跟用噴漆的 當然一定噴漆比較便宜啊 記得有一次Skola說它用保麗龍 那個拉伴馬裡面啊 後來台灣不是說用鐵比較好 Skola說那不然就都用鐵 對對對 那個啊 有人笑它說用保麗龍啊 對對對 其實人家那個保麗龍是強化的保麗龍啊 台灣人就說 那你偷工減料用保麗龍啊 然後那個捷克原廠就很開心 然後台灣人說白癡也比較便宜 然後後來又換回了 大家又說不要那我要保麗龍 對啊就是這樣啊 就是隨風起舞嘛 上書大人真機靈 風往哪邊吹就往哪邊倒 可是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保麗龍是看起來 因為沒有人去講就沒有人知道 那在這一個傳統的觀念裡面 當然會覺得保麗龍就是 比較便宜的東西 很簡單啊 你拿一個小小的鑽石 跟一條黃金這麼重 你如果在不知道的狀況下 大家也覺得這個黃金比較有價值 拿起來又有重量感 對不對 搞不好那個鑽石比這個大條的金條還貴 不知道也都選黃金 我也選黃金 對啊 舉例嘛 少年不知阿姨好啊 錯把照你當作寶 類似這種感覺啊 你看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等你知道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對啊 好啦啊 反正這個就是噴漆一定是比較便宜的 我是覺得比杜哥 杜哥現在都大家環保啊 歐盟不用了 這個藍色有一點點帶糖果的感覺 有一點通透感 然後它這個尾燈做的有一點點角度 有一種夾角的感覺 這個好像在哪裡看過 蘇巴魯吧 反正尾燈大概已經做到不知道怎麼做 它這個什麼 冰燕文 說實驗文 這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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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個喔 好像那個叫什麼 炎柱啊 是什麼柱叫什麼 鬼滅之人 好像畫漫畫 啊 超級賽的人 我才有一個 冰燕文就是類似這樣 插插插插插插 馬上就給大家看就是這個 新的廠灰設計將勾勾融入S裡 喔 Shigoda的那個上面的勾勾 對不對 喔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S上面 變戴帽子的感覺 看起來很像武欸 武Goda 然後它這個下面就變個M 哇這都是防刮材質啊 但是喔 Shigoda我就是一直對於它這個水箱護照 我怎麼看我就是不合我的演員 就跟V-motion一樣 他把它切兩半好像就跟別人搭丟了 對啊 我就怎麼看我就覺得沒哈利 它側面就是比較普通啦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折線 它就是在這個肚子下面這邊 畫一個小小的圓弧形折線這樣而已 可是它的尾燈就做這樣子分離型 這樣一段一段的這樣 但我看我有一種很卡的 11代喜美吧 它踩煞車中間這一段這樣亮一段 然後不連接看起來又很奇怪 你要就把它連起來 車寬及車高 較上一代小幅縮減 創造出0.282的CD 低風阻係數 所以它車長變長了 車寬縮小 車高也變矮了 然後軸距差不多 加1這樣也爽 不過是真的是變比較矮了 車長因為有加6公分 所以行李箱容積 7人座281 哇加了41公升 第三排如果放倒變786 加了21公升 23排都倒變成2035公升 加了90公升 好大 真的是可以睡覺喔 然後內裝 哇內裝用這種棕色的 這還可以啊 這再淺就不行了 這我覺得還算搭得上 要不然你要上怎樣 內裝顏色我看怎麼搭也不是這樣 有黑色它有兩種 怎麼看還是黑色比較順一點 鑰匙黑跟酒中色 兩種內裝的配色我可以做選擇 椅子看起來包覆性好像不錯 兩側這個翅膀做的蠻厚實的感覺 寒兜如還是沒有改變 寒兜如都長的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三幅式平靶的方向盤 首波上入活動中升級 看為什麼 沒有升級就是圓的就對了 圓場我看它的行路上是那個雙幅式 雙幅式喔 升級變三幅就多一幅對不對 雙幅也不會難看啊 是說看起來怪怪的 因為它這裡有點上揚你知道嗎 它這個感覺就是把這根鋸掉了 偷掉了 感覺不是說它原本創造出來就是雙幅 它應該是說如果你不選的話就這樣擠才對 要不然雙幅很帥啊 10吋數位儀表板 13吋中央支出銀幕 看起來彩度好像還不錯 還是這只是桌面的漂亮 眼鏡度應該還不錯 看起來那個彩度還不錯 Smart什麼低三小 Dios智慧旋鈕 就是左邊這邊有一個是溫度顯示 然後中間的是你出風的位置的顯示 右邊也是另外一區雙距恆溫的另外 兩個Type吸收電口 它這個蠻酷的 因為它可以選擇 你要調音量啊 或是什麼通風椅啊 它會改變模式 對對對 中間選了之後 然後再用旁邊選 當你在調什麼的時候 中間的螢幕就會變成什麼東西 因為我剛剛看整個中控的介面 最明顯就是三個旋鈕 旋鈕的中間各有兩個實體的按鈕 下方有兩個45瓦的USB-C 其實好像算是蠻快的 45瓦蠻大的 雙無線充電 現在充電板配備已經不算了 現在要雙無線充電板 而且媽的 這是哪個王八蛋 你手機要30台 蛤 把它抓出來打 然後它還有做通風的功能 你說在無線充電板這邊 有把冷氣孔開過來對不對 對因為無線充電最大的問題就是熱 而且速度慢 我是想問的誰手機 沒有什麼鬼東西 這叫單身狗請可以看 門板有天鵝熔灰 這個不是反皮 這是天鵝熔灰 它是有點像大理石的那種材質 所以它不是布嗎 它不是布 它是硬的 是不是像家裡的那個櫥櫃貼皮 我不會把事情往好處想 下次看到實車再看 反正它是硬的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軟就對了 就是包括中控台這條也是 還有門板就對了 這上面 Carton 這個音響我沒有 Carton 我也沒聽過 14組喇叭 功率最高725瓦 環繞音響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我剛剛看到一個東西 Skoda它最厲害的是 它幾乎每一台車都有做 玻璃上面都有一個透明的卡片夾 我覺得那還蠻貼心的 前座八項電動 還有加熱座椅沒有通風 沒有通風 捷克那邊人家就是只有下雪 很冷啦 對就是不會熱 煩 坐台灣尊重一下好不好 後座有人記得出風口 兩個Type C 這是什麼 就是溫度的調整 所以它三區喔 配備還不錯 中央扶手有杯架 而且還蠻直挺挺的喔 看起來 2.0的版本有標配全景天窗 1.5的版本可以加價6.8萬 選全景 就兩個規格 一個是1.5TSI E-TAG 一個是2.0TSI 4x4 四輪傳動的版本 如果是1.5的話 直列四缸渦輪增壓 有電系統 有小電瓶的 1498CC 最大馬力150P 最大扭力25.5 雙離合七速 啊 七速而已喔 前輪驅動 然後2.0呢 1984CC 204匹馬力 雙離合器 一樣七速的自首牌 四輪驅動的 它這個引擎應該是沒有什麼改 你又在水時間 全新登場 全新登場 喔 你說燈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喔 打開你的感官 看到這個我就想到我的ARIA 我的ARIA什麼時候才會亮 而且是GOTA那個LOGO改了耶 五夠大 Let's explore 全車系標配酒氣囊 以及聰明愛 智能駕駛輔助科技 什麼是聰明愛 I I I 讓我I 又不敢I 你說這些東西就是聰明愛 對 簡單愛 ACC主動式定速分車 AEP 這不都差不多 差不多啦 前方輔助車道維持 4.0 連盲點都可以有3.0 4.0 是怎樣 盲點零不就車來就亮 我搞不清楚 開門的輔助警示 後方輔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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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停車的引導警示 全車的浮探 環境 那個上地視角 主要駕駛 警示 緊急待遇系統 塞車輔助系統 建議售價 來1.5的153.8萬 4乘4 173 舊的賣多少錢 舊的1.5的精英版 豪華金 豪金版 148.9 小漲5萬 拍手 不是都這樣嗎 這一次 我們加了這麼多的配備 竟然只漲了5萬塊而已 然後再停3秒 大家就會拍手 有沒有 你一發表會是不是都這樣 對不對 你不是沒去嗎 你怎麼知道 我開始限動都是這樣 然後2.0的呢 4乘4的尊榮版呢 舊的是168.9 那這一次 來到173.8 真的都是小漲5萬 然後這個是 我找了一些網友的留言 網友的留言 哇 你越來越認真了 Danny Boy 怎樣怎樣 新增的配備 你拿130萬版本 怎麼30萬都改不出來 漲價多少 聰明的就懂 你早晚要修豪哥車 為什麼不現在就買來修 好車一部 舊款比新款好看 盤子價 買碼自達就好 說變速箱沒問題 結果一堆保內就修過了 CX9空間沒比這個大嗎 對不會訂車等一年 回修等要三個月 這些人嘴都蠻臭的 連續五年進口七人座SUV銷售冠軍 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因為啊 進口七人座你比較便宜 而且進口也沒什麼七人座 嗯 選擇的比較少 選擇性太少 這一次的這個Cody的小改款呢 各位觀眾們你覺得有感嗎 那Danny Boy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觀眾朋友嗎 爸爸會想買七人座嗎 爸爸只想買跑車而已 他是沒辦法買 要不然每個爸爸都還是想要買麥拉倫啊 好啦那這個 需要七人座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請問你會把它列入參考嗎 還是你寧願多加一點錢 買一些日製的韓製的車子呢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第六層的新車資訊 咱們下次見 欸老闆你要順便看一下那個燈 Danny Boy 對對對 有了 有了 It's working now 這什麼意思 太陽能手電筒 還蠻好玩的啦 不到要衝三小 可能要問芒果吧 這個如果去山上露營這樣吊著 可能還蠻有 蠻有情調的 也許 吊在帳篷蠻像晃啊 一直晃一直晃 他會這樣越晃越快 然後就停 攝影技巧就是這樣 兩個人慢慢的抱在一起 永吻 然後就拍他的燈 然後就拍他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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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停 再來就拍太陽啊 然後花朵啊 路珠啊 然後小鳥 嘻嘻嘻嘻叫有沒有 就各電了嘛 這種拍攝的手法你會了吧 咱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